角色反派的逆袭,三本书的终极挑战 第一章,奇妙的退休计划 林宛如是一名资深的小说反派演员,专门扮演那些在小说中活不过三张的反派角色 她的工作是演出各种邪恶角色,只要完成三本书的反派角色,就可以退休并领取退休金 然而,当系统告知她三本书意外融合,为了补偿她的辛苦,将给予三倍的退休金时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挑战 三倍退休金 这真是太棒了 林宛如暗自兴奋,她决心不论面对多大的挑战,也要成功完成这三本书的反派角色 第二章,豪门文中的反派试炼 林宛如的第一个剧本是豪门文中的极度私生女角色 她被设计为在关键时刻出卖霸总公司的机密,结果被抓包 在试图将档案交易给另一家公司时 她被慎怒的霸总哥哥抓住,面临着被赶出家门的危险 她好凶啊,我拿的不是假机密吗? 林宛如心中惊慌失措,难,难道拿错了? 也不知道我全部身家够不够赔,她会把我赶出去暗杀掉吗? 霸总哥哥听见了林宛如的心声,眼中闪过一丝不明的情感 她深吸一口气,将林宛如拉到身后,护助她说 以后别跟这些坏人来往 林宛如愣住了 她意识到霸总哥哥似乎对她的心声有所了解 并且对她的处境表现出意外的温柔 这让她对这个角色的挑战产生了新的感触 也让她开始对这个角色有了更多的考量 第三章,娱乐圈的意外甜蜜 接下来的剧本是娱乐圈文中的反派 林宛如扮演一位黑粉满天飞的十八线角色 她在节目里背着女主造谣 结果被录音,等待着女主来公开她的丑恶嘴脸 这么努力又好看的姐姐,怎么能舍得骂她 林宛如心中默默嘀咕 回去救她买水军帮她骂那些黑粉 顶流女主听见了林宛如的心声 红着脸将录音还给她 轻声道,下次不可以了哦 林宛如顿时愣住 她惊讶地发现 这位顶流女主似乎对她的心声有所察觉 并且对她表现出意外的善意 这让她对娱乐圈的角色挑战产生了新的思考 也使她对这位女主产生了更多的尊重 第四章,电竞文中的反转 最后一个剧本是电竞文中的反派 林宛如扮演一位贪财好色的小老板 试图用钱包养男主让他打假赛 结果反被男主打破了自己的事业 他狠狠地把钱甩在男主面前 威胁他不签包养合同就断了他的冠军梦 还好泼的是冷咖啡 可是他打游戏真的很厉害 被拒绝后我偷偷开小号给他冲钱 可以上他的水油车吗 林宛如心中焦急地思索 男主听见了他的心声 挑眉一笑 悠悠做吓到 包我打游戏也不是不可以 林宛如震惊了 他惊讶地发现 男主似乎对他的心声有所察觉 并且对他的要求表示出意外的包容 这让他对这位电竞角色的挑战产生了新的考量 也使他对男主产生了更多的欣赏 第五章 角色反派的心路历程 随着剧本挑战的深入 林宛如开始感受到角色反派的心境与真实情感 他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在扮演反派角色 更是在经历角色的心灵成长与转变 每当他在心中默默地评价角色和情节时 他发现自己的心声被角色听见 并且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这样的挑战真的是前所未有 林宛如对系统发送消息 你确定只有一个bug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完成这三本书的挑战 系统回复到目前只有这一个bug 但请你继续完成挑战 三倍退休金的承诺依然有效 林宛如感到一丝不安 但他依然决心完成这三本书的挑战 他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角色表现 并且更加用心地体验角色的心境 第六章 终极挑战与新生 在完成三本书的挑战后 林宛如发现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他开始真正感受到角色的情感与成长 他与角色们的互动 让他学会了更多的人生智慧 也让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 我终于完成了挑战 林宛如站在系统前 满怀感慨地说 三倍退休金真的值得 但我也收获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系统回复到 恭喜完成挑战 三倍退休金将会到账 你也成功地完成了角色的心灵成长 祝愿你未来的生活充满美好 林宛如微笑着 感受到一种新的自由与希望 他知道 虽然自己即将退休 但这段奇妙的经历将永远成为他人生中珍贵的一部分 第七章 告别与新生 完成了三本书的挑战后 林宛如终于迎来了他的退休日 系统给他发放了三倍的退休金 他带着满满的成就感和一丝不舍 决定好好享受这段难得的休息时光 然而 他发现自己的心情并没有预想中的轻松 他站在镜子前 看着自己从反派角色中走出来的样子 对于这段经历的思考让他感到些许困惑 虽然他完成了挑战 但他对自己在角色中所经历的情感仍然有些舍不得放下 这段经历真的很特别 林宛如对自己说道 我从中学到了很多 也收获了不少 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旅行 去探索那些在他成为反派演员时无暇顾及的美丽风景 他来到了山清水秀的小镇 打算在这里放松心情 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 第八章 意外的重誉 在小镇的旅行中 林宛如遇到了一位名叫李涵的青年 李涵是一位当地的游客 与林宛如偶然相遇 两人因为共同的兴趣而聊得很投机 渐渐的成为了朋友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李涵好奇的问道 看你似乎对这里的风景很感兴趣 我刚退休 想要放松一下 林宛如微笑着回答 这里的风景很美 我想好好享受这段时间 李涵点了点头 他们一起探险 一起欣赏风景 甚至一起讨论了很多关于生活的话题 林宛如发现 李涵的开朗和真诚让她的心情愉悦了不少 第九章 角色的重影 在与李涵的相处中 林宛如发现自己时不时会回想起之前的角色挑战 她开始更加深入的思考那些角色带给她的启示和情感 并试图将这些经历转化为自己生活中的智慧 我曾经扮演过很多反派角色 林宛如向李涵分享到 每一个角色都让我学到了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 我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 李涵认真的听着 并鼓励她继续探索自己 她们讨论了许多关于生活 情感和自我成长的话题 林宛如感觉到自己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第十章 新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宛如的旅行逐渐结束 她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生活挑战 她决定回到城市 开设一家小型的艺术工作室 专注于自己一直热爱的艺术创作 李涵得知她的计划后 支持她的决定 并表示会帮助她推广工作室 林宛如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也对自己的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林宛如站在工作室的门前 微笑着对自己说 我会好好珍惜这段时间 继续探索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十一章 意外的回响 林宛如的艺术工作室逐渐受到关注 她的创作得到了广泛的喜爱 她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然而 有一天 她收到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 谢谢你在角色挑战中的勇敢和努力 你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很多 林宛如惊讶地打开信件 发现这封信来自她在角色挑战中遇到的那些人物 原来 那些角色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她的影响 并且在各自的故事中经历了变化 这真的很神奇 林宛如感慨道 我没想到自己在角色中的经历竟然能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结尾 回归与心灵的和解 角色反派的逆袭 三本书的终极挑战 讲述了林宛如从一名反派演员到完成角色挑战的过程 她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感受到角色的情感与成长 并在完成挑战后迎来了新的生活 她的故事展示了如何在困境中寻找真实的自我 并且在生活中实现新的目标 林宛如的经历告诉我们 人生中的挑战和经历 无论多么艰难 都能成为成长和变化的契机 她在角色挑战中学会了珍惜自己 探索内心 并在新的生活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她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在生活中面对挑战的人 让他们相信 只要勇敢面对 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和幸福